我们看到那流传出来的照片 我们其实非常的不高兴 C区一张就要6200了 会这么生气 因为韩国女团妈妈木周六开唱 已经流出了场地照 却让歌迷大傻眼 对比示意图 原本规划延伸舞台会进入ABCD摇滚区 实际上却只延伸到AB区 CD像是画外之地完全独立出来 但四区价格都一样6200元 后两区却像次等公民 也难怪粉丝怒控像诈漆 我们其实要求的不多 你舞台的架构要跟韩国要做一模一样 但是不可能 因为厂商不同 但是基本上基本的架构都要一样吧 买到CD区的粉丝在网路上炸锅 有人抱怨座位CD区直接在舞台后面 明明韩厂就跟公布的座位图一样 CD区前排都有在小舞台旁边 台湾厂怎么变这样还塞进超多人 还说早知道这样 不如买旁边5600元看台区座位就好 因为距离舞台也不远 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 结果却没办法跟偶像再靠近一点 有从别的国家 然后特地安排假期 然后飞回来台湾看演唱会 实际来到林口体育馆 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是不能自由进出的 而针对粉丝的质疑 主办单位回应是粉丝自己跑进去的 因为直到现在舞台都还在搭建 主办单位强调现在还不是最终版本 要粉丝们周末亲自确认 但隔一天周四又有影片流出 这CD区还是一样 业者在实际的场地的座次 应该还是要尽量符合 当初售票页面所揭示的场次的座位 距离妈妈木演唱会开唱倒数两天 如果座位真不符合期待 社保官说还是可以提申诉 TV表述中的终于冬天的新北市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